OSBUILT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果李 今天是2月5號 2月5號改版之後啊 活動商人啊 不是有一個活動硬幣嗎 這活動商人多了一個 冬季體悟阶段香 這個帳號 一個帳號只能買一個 然後一個是需要一個硬幣 活動硬幣 那它的內容有什麼呢 它內容有這個 有這個 可以開這個房捲的箱子喔 有機率開到住房 去遠地啊 然後裡面還有10個 閃亮紀念硬幣 然後這是 你花一個可以買10個回來 然後還有中地 體物箱階段二 所以這個就是有階段性的 然後不知道有好幾階段喔 然後每一階段要等待22小時才可以開喔 這個是 裁判公告沒有講到的東西喔 所以大家如果缺硬幣的話 記得要買喔 越少買越好喔 因為大家得一直開下去喔 來這個 買了 就看你哪一隻角色缺硬幣喔 你在用那一隻角色來買 因為它的硬幣 給很多喔 不過你的硬幣量不夠 活動硬幣啊 因為我們要買這個變身卡 動畫畫卡是需要240個 那目前我應該是不太夠啊 所以我一定要買這個硬幣喔 這是更新公告沒有講出來的東西喔 所以大家記得 開版更新之後 先來買這個箱子喔 好 就是這個啊 中紀禮物箱 好我們就 把它打開喔 看一下 GO 一個防卷 防卷一張 好 階段二 基本上有時的閃亮硬幣啊 這個閃亮紀念硬幣比較 比較重要 因為缺 缺硬幣缺很多啊 缺超多的 所以大家階段二 階段二就沒有送了 所以可能我們要等 公方再公告一下 看這個箱子會看到什麼 會比較 有詳細的資料 因為大家階段二沒有送硬幣啊 我還以為每一個階段都會送硬幣 好沒關係 不過 第一階段有送十個 還算可以啊 好 那這次的 階段版更新就到這邊啊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